哦 途妙如年男孩 還以待不你掃 就算這個世界被拒絕 我忘掉 我也不會奔跑 在世界上位表分成三種 好看 難看 以及基於這兩種中間的 就是好難看 對 非常高興一件事情 那個志賢你可以退休了 聽得懂人類的話嗎 傘蜥也是有學過人類的語言的 傘蜥是什麼 傘蜥就是大概 那種感覺的生物 我們說你是外星人 外星人 沒有 我今天模仿的是科學小飛翔 不是 你真的很像外星人 怎麼會這樣子 你看他那個眼睛 眼睛很大 那種 好像 好像 一踢 我這樣就可以叫車回家了 是不是 沒有 這個造型其實是前陣子 蘇打綠 吳清風去 辦這個小巨蛋演唱會的時候 的造型 前兩天嗎 對 前兩天 對 因為播出的時候 應該也是前陣子的事了 所以言下之意你要學他囉 是沒錯 來 請表演 請 大家好 我們是蘇打綠 我是吳清風 今天我要跟我敬愛的偶像 吳宗憲一起唱一首歌 就是小情歌 老師音樂 west 好可憐 mandated 非常好 謝謝 小朋友 就算大空 很要求才可以 我會給你懷抱 幸好 看到 看見你被迎來 遇到 寫下我 中邀路年難開 日帶來 你掃 就算這個世界沒距離我放掉 我也不會奔跑 逃不了最後誰也都藏老 寫下我 世間和情生交錯的城堡 嗨 見過了 大家好 我就是JQ吳仲賢 掌聲鼓勵一下 這所謂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抖涼 歡迎收看 我猜是國光幫幫忙 這個節目基本上已經改名了 國光幫幫忙 到底要幫誰的忙 當然就是幫這些 曠男怨女的忙 為什麼要幫忙 因為現代的人 很多人都注重外表 從剛才的投票就知道 多注重外表 所以我們今天請來一位 時尚大師來跟大家講 什麼要 要怎麼樣才注重外表 我們歡迎Roger老師 大家好 我是星光大道的評審 Roger老師 沒錯 正所謂人要衣裝佛要精裝 天下美女一半都靠化妝 我Roger老師 專門就是在打點你的造型 很多人都覺得說 彈錢傷感情 其實彈感情它才傷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投資自己 在世界上 外表分成三種 好看 難看 以及基於這兩種中間的 就是好難看 對 那如果你長得好難看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點了 你可能就是 重點不要投資自己 謝謝大家 我是Roger老師 謝謝 不唱喔 這個表演 由於你的出現 我們非常高興一件事情 那個志賢你可以退休了 沒有 志賢哥也是很厲害的藝人 哪裡 他其實有一顆年輕的心 他現在一直都在嘗試新東西 只有這個 他只有一顆年輕的心 有一顆年輕上相不斷追求新東西 你模仿的人物都算是滿冷門的喔 對 Roger老師 清風 我有一次去參加 我們學校的歌唱比賽 然後那次剛好 你唱完之後所有的評審 會寄評語到你的email信箱 那我被刷下來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收到評審的那個評語之後 我才知道 他說 清風只要一個就夠了 所以我就被刷下來了 那我就想說 反正你不讓我走這條路 那我就 跟他拚了 對 跟他拚了 OK 那吳宗憲怎麼會想要模仿他 吳宗憲的話 他是一個 我非常崇敬的這個主持人 因為他的很多思考邏輯 還有他的台風什麼 都是我很喜歡的 我本身有在接一些活動主持 那所以我在主持的時候 就會運用到 所以你政大 你出來接活動主持 沒有 也是要賺一些學費啊 對 然後主持的時候 就會運用到一些 吳宗憲的技巧 結果導致說 我平常講話的時候 就會有吳宗憲的感覺 我有時候跟同學聊天 他今天來了是不是 結果他說 你可以休息一下 不要再用吳宗憲跟我講話 那Roger老師你是怎麼注意到 Roger老師就純粹只是因為 純粹只是因為我覺得 他的聲音很特別 而且還沒有人模仿過 所以我在用他 對 用他的聲音的時候講到 大家好 我是Roger老師 那段時間剛好 星光大道又很流行 所以大家都知道 說Roger老師這號人 OK 給我們這個一點指導吧 我覺得他也是 今天能夠來這邊的 都是在我們那個節目 已經算是前十名都 原來今天是搞宣傳喔 是 喔 現在才懂 要不然我來幹嘛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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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I主持他也沒有來 我們那個台哥 台資源他也沒來 台哥台資源現在就可以出來了 我跟你講 幹什麼東西 平常這個時間 我已經在睡覺了 你現在找我來 莫名其妙又沒有加通告費 莫名其妙 所以你們這些人應該 剛剛講一句話就是 但是小康哥講這個是對的 就是不要太長 對喔 好 那崇崇有什麼意見嗎 看到一個除了認真之外 還有天分 但我其實比較難過的是 現在的電視環境 沒有給他們一個很好發揮的舞台 比方說這些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大哥 包括台哥 郭哥 甚至康哥 都經歷過很多很好的平台 一直讓你不斷的磨練 從新人到慢慢的變成成長 然後現在都獨當一面 他們現在幾乎都沒有平台可以發展 所有位置都被你們占到了 對啊